为迎接即将到来的2020地方选举 美国华裔民选官员协会是于近日举办了候选人媒体见面会 当天总共有14位华裔候选人出席了午餐会 到会的候选人包括国会众议员候选人 洛杉矶高能法院法官候选人以及市议员候选人等 他们依次上台介绍自己的参政经验以及分享竞选的心路历程 并表示希望胜选后替更多的华裔民众发声 柔斯密市市议员劳朱嘉义 天普市市议员文上成 等也出席了当天的参会 并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了从竞选到上任后的经历 今年有更多的华裔去来竞选 这个是非常好的事 因为我们华裔要争取很多平等和很多经济上的待遇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很多不平等的环境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争取我们应有的权益 应有的权利 所以我希望他们做得很好 精神成功 就跟我们华裔做多一点事 陈赞欣还表示 虽然大多数美国华裔民选官员 在市议会 学区教委 社区大学 水务局等多个城市及机构 皆有掌握地方决策的职位 而面对在今年3月份共有60位美国华裔候选人参选的地方选举 身为华人 陈赞欣深深体会到候选人时常面临的困难 因此他希望借由这次活动 让优秀的华裔候选人的证件得到更多的曝光 让整个华裔社区更能了解各地候选人的资讯和证件 丰华卫视 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